当年的索马里海盗曾叱咤亚丁湾 谁敢从这过就抢谁家船 什么中国的、美国的、俄罗斯的 五常国家没有哪个不敢抢的 人家就靠一把AK一艘摩托艇 仅2010年一年时间 人家海盗总计就绑架了一千多名船员 抢了两亿多美刀 纵使老美尼又称霸蓝星的航母舰队 被抢了也得乖乖交赎金 可您难道没发现 这些海盗2012年还猖獗得很 几年前突然就没音了 索马里海盗好像人间蒸发了 他们被消灭了吗 他们确实被消灭了 是被美军消灭了还是被联合国消灭了 您一定想不到 传说是被一名日本商人给灭了 索马里常年军阀混战民生凋敝 国内百姓穷得被迫当海盗谋生 碰巧一名叫木村青的日本寿司店老板 发现索马里领海有优质的金枪鱼 于是采取以伤之道的办法 教海盗们捕鱼 给他们提供冷链运输 捕来的金枪鱼再拿去售卖 这样就消灭了贫困 海盗自然也就被消灭了 听着是不是很合理 但传说毕竟是传说 信不得 索马里人确实是因为穷才打海盗 但穷也有穷的理由 是因为他们不会捕鱼 当然不是 主要是因为那里内战不断 不能形成一个强大的政府 韩记得这些海盗是怎么诞生的吗 就是当年欧洲一些黑手党 眼看索马里混乱没人管事 就组织了一些贼船 向索马里连海去倒垃圾非法捕鱼 政府又管不了 索马里人自己看不下去了 就组织了一些水手去劫持黑手党的贼船 慢慢的屠龙者终变成了恶龙 不仅劫持贼船 连货船游船也劫持 于是就演变成了如今的海盗 就这样一个混乱的国家 临海安全都照顾不过来 怎么可能有一个稳定的经济秩序呢 既然政府啥也管不了 那放着运入两万刀的海盗也不干 我为啥要去捕鱼呢 这就跟种毒品的逻辑是一样的 种毒品比种地暴利的多 人家肯定选择毒品中啊 所以索马里海盗的存在不光是穷 主要是政府无能去限制 他们这种违法暴力的勾当 牧村青的做法 其实没有实质性的解决海盗 就是自己贴钱去赞助了几个村民 能解决多大问题 国外也把牧村先生的此番善举 定性为慈善事业 绝对没有国内自媒体吹嘘的这么厉害 那索马里海盗究竟是为何消失了呢 网上传言很多 有说是联合国的功劳 有说是欧美出兵围剿 派了几艘驱逐舰 什么海洋盾盘行动 亚特兰大行动 国内自媒体又是一顿吹 事后人家老美的指挥官自己都澄清说 这相当于派了五辆警车来维持东海岸的治安 联合国的人道主义援助 到那还是被抢 杯水车薪 均未能有效解决海盗问题 那海盗到底是怎么美的 点个赞 继续往下看 总结原因就一个字 惹到大哥了 咱不妨先回想一下 为何在21世纪 军事科技如此发达的现代 海盗还能成功得手呢 索马里海盗主要劫持 亚丁湾海域附近的民船 这些船需要穿越多个港口 驶行多个国家 如果民船上携带自卫武器 那么就会对他国构成威胁 所以国际海洋法通通规定 禁止民船携带武器 当然派军舰护航也不现实 因为成本太高了 而且军舰也会对他国构成威胁 那没有武器也没有护航 面对海盗就只好束手就擒 这就是为什么纵使你老美又 冲罢蓝星的航母舰队 见了索马里海盗 也得乖乖交出赎金 谁来了也唬不住海盗 直到2008年11月15号 所向披免的索马里海盗闯下了大祸 这天他们打破了记录 劫持了世界第二大邮轮 天狼星号 这是阿联酋国营下辖的巨型邮轮 海盗们这次索要300万刀赎金 这点钱对中东土豪来说不算啥 但你要知道 仅天狼星号一搜 就相当于三搜尼米兹基航母排水量 上面携带的石油 相当于美国全国一天的消耗量 一句谚语叫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 阿联酋强忍着怒火向海盗妥协之后 暗中开始密谋消灭他们 阿布扎比酋长国纳哈扬皇室家族 先是用两年时间赤资5000万美元 从南非招募雇佣兵和反海上游击特种兵 这些都是被联合国认证过的狠人 让他们配合索马里的邦特兰自治省 建立了一支约1000人的邦特兰海上警察部队 随后在亚定湾打开杀戒 短短两年之后 海盗就从明面转入了地下 但还是不能根治问题 因为海盗太多了 你今天杀了10个 明天又有20个加入 什么办法能让民船带上武器 合法自卫才能根除海盗 对吧 就这两个思路 一个就是建立稳定的政府 让当地人民安居乐业 这个短时间内恐怕很难 一个就是让民船自己带武装 海盗就抢不到了 慢慢的海盗们就得思考去转型 换个方式谋生了 这个短时间也不太可能 于是阿联酋又出了一招 他们请来了全世界各大顶尖的 雇佣兵公司 比如黑水公司XE 听说黑水后来改名了 但换汤不换药 还把黑水的创始人埃里克 高薪聘来当顾问 他想出了一个绝招 建立海上浮动基地 民船不能带着武器进入港口是吧 那就让雇佣兵驻扎在海上 等民船一离开港口 就派三到四名士兵登船 负责保护船只 别看三四个雇佣兵 凭黑水的实力 给一会海盗团灭掉 也是出事有余的 离开港口再上船 这样既可以保护民船 又不触犯海洋法 完美压制海盗 而且海上浮动基地属于就地作业 大幅降低了成本 一次护航只需要三万枚岛左右 比传统的雇佣兵护航的价格 低出了一个数量级 最终实际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 雇佣兵近乎百分之百的 完成了每一次的护航任务 自雇佣兵法案 2013年全面实施以来 几乎不再有海盗得手的案例 美国知名战地记者 罗伯特佩尔顿实地调查后 说了一句经典的话 这是最有效的海盗解决方案 这才是索马里海盗 真正消失的原因 正应来那句话 人狂必有货 打个的钱不好赚 这里是前下分析 感谢您的收看